我估计又有人要说这是眼镜蛇了 你看都变脖子了 大家注意啊 长中国的眼镜蛇里没有长得这么花哨的 他既然花哨就肯定不是眼镜蛇 这其实是一条大眼邪灵蛇 就是我们戏称的装逼蛇 没多大不用怕 人家喜欢吃小娃娃 这是非洲生活的粉丝牌的 这种蛇在那随处可见 相信很多人都认识啊 像毛毛虫一样太有辨识度了 这是古富斯葵 是非洲咬人最多的毒蛇 有着非洲杀人王的称号 诶 这条蛇有点眼熟啊 大家仔细看他身体后半截有长长的黑肠子条纹 虽然看不到头部啊 但我们还是可以肯定这是一条黑莓锦蛇 没多大不用怕 你是来洗脸的吗 这是一个武士表演顺带的条蛇 从这个膨胀的颈部来看 应该是一条周杀眼镜蛇 而且大概率是去毒的 不然套在尸头里的人应该不敢直接抓 我想说的是 咱表演归表演 能不能不要把蛇摔来摔去的 摔死了准备再买一条吗 不愧是暴躁老高啊 面对体型比自己大这么多的猫依旧很有气势 几次破咬也是打出了水瓶 打出了风采 这是一条三索河枪蛇的右体 虽然没毒 但七只一块被他拿捏得死死的 猫也是被唬住了 一次都没有出手 主要还是这只猫本身不太想打 要不然一巴掌就能把蛇拍馋 毕竟体型差距太大了 这是前段时间很火的 号称五米眼镜王蛇的视频 我们先不说蛇的问题啊 就前面这两位牢住的人 如果是真蛇的话 他俩还能这么淡地的在这干活吗 心理数字不是一般的高啊 那到底是不是P的呢 有网友给出了答案 这是近距离拍摄的画面 原来是个死雕 有没有当地人出来解释一下 为啥要在这里弄个巨型眼镜蛇死雕呢 防止外地人来钓鱼吗 这是新加坡的网友拍的 一条蛇正在吃另一条蛇 这条被吃的看花纹应该是天堂金花蛇 那吃它的是什么蛇呢 没错这是一条眼镜王蛇 不用惊讶 新加坡的眼镜王蛇小时候就是长这样的 是不是看起来还挺萌的 非常漂亮的蛇啊 身上有类似奶蛇的那种黑白红花纹 这也是一种金花蛇 名叫卵斑金花蛇 主要分布于东南亚 味道的不用怕 这条蛇牛逼啊 咬得这么紧 也许是他意识到自己一旦松嘴 就会掉下去吧 所以死活不肯松 求生欲蛮强的 这是一条千色水蛇 由于分类学变化 现在改名叫墨式水蛇了 它是一种高度水气的 厚沟雅威毒蛇 主要以鱼类和蛙类为实 咬人一般不会有啥影响 世界上最大的蟒蛇 是生活在非洲的黑曼巴蟒蛇 什么 黑黑黑黑 黑曼巴蟒蛇是什么东西 黑曼巴蟒蛇是世界上 最致命的蛇类之一 它可以长达13.5米长 重达200公斤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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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米 200公斤 它的头部长得非常大 有着锋利的牙齿 和非常强壮的下颌肌肉 头非常大 能有多大 可以轻松地捕杀狮子 大象和鳄鱼等大型哺乳动物 捕杀狮子大象 啊 200公斤跟狮子还有这一拼 大象是什么鬼 那是一个动物的东西吗 一脚就把你踩废了 另外鳄鱼什么时候变成哺乳动物了 黑曼巴蟒蛇 拥有非常强大的吞噬能力 能有多强 它可以用自己的舌头吸入猎物 然后用自己的胃酸杀死它们 什么 用舌头吸弱 你这黑曼巴蛇的时候 安装了超级无敌高理率吸尘器吗 而且你确定要用胃酸杀死猎物 你确定它不会在肚子里 板来板去把你板没了 黑曼巴蟒蛇被认为是独居的动物 哇太吓人了 这要是群居的那还得了 今天算是见识到了什么叫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不会真的有人信吧 尽管黑曼巴蟒蛇非常危险 但它们对人类的威胁并不大 这是菲律宾的网友拍的 一条颜值非常高的眼镜蛇 萨马喷毒眼镜蛇 主要分布于菲律宾中部和南部地区 以小心猎尺类为食 也会吃蛙类和爬行类 这种蛇的毒液非常有趣 其堆中还有65.87%的短链神经毒 一点长链神经毒都没有 与它的兄弟菲律宾喷对人蛇非常相似 不过在咬人表现上 萨马喷对人蛇是远不如菲律宾人蛇的 亏我以前还对它寄予厚望 不知道你们看到蛇没 反正我看了半天是毛都没看到 只能听到蛇咆哮的声音 光听这段声音的话是无法准确判断种类的 蛮多蛇都能发出类似的声音 我给你们听一段王警蛇的 是不是挺吓人的 后来我才发现原来粉丝还会发出一张照片 尽管画面比较模糊 但还是可以看出这条蛇眼后有黑色眉纹 所以毫无疑问又是一条黑眉警蛇 现在你们知道野生黑眉有多凶了吧 这是马来西亚的网友拍的 身上占有黄色黄纹 大家注意啊 别看到黄色就以为是金黄蛇 这其实是老挝白黄蛇 它是美朵的主要分布于印度 马来西亚泰国 老挝 越南 柬埔寨 在中国的云南也有分布 卧槽 好大一条缅甸马 听声音应该是进来偷鸡吃的 像这种体型的缅甸马 不是一般是那样逮耗子就能满足的 它们的捕食味标通常是兔子和鸡这种体型的猎物 而体型异常巨大的个体甚至会吃羊 想想就恐怖 这是一种澳大利亚的蛇类 名叫黑头顿蟒 属于中小型蟒蛇 一般只有1.5到2米 不过最大可长到3.5米 主要以爬行类为食 比如石龙子 蜥蜴 蛇 但有时也会吃不入类和鸟类 这种蛇还是很好辨认的 通体黑色是让散布有黄色横斑 再加上黄白色的头部 一条白头面魁 说起来人们对白头魁的毒性认知 普遍存在两个极端 一类人认为白头魁毒性极强 没有血清是中国最致命的毒蛇 而另一类则认为白头魁咬人表现一般 毒性肯定很弱 事实上白头魁在小鼠实验中 有很强的神经毒性 但咬人只有严重的才会出现神经毒症状 造成这一差别的主要原因 可能是排毒量的问题 白头魁的排毒量非常低 平均只有3.3毫克 所以咬人很少会出现神经毒症状 另外它的神经毒结构可能也是一大原因 但我现在还没有完全搞懂 大家看在我如此求真的份上 来个三年不过分吧 等搞明白了再给你们讲啊 2018年年仅26岁的训蛇师小帅 前不久才刚和女友订婚 明天就是他27岁生日 这天他和往常一样给蛇取毒 用于医学研究 他是一家南非爬行动物中心的取毒工作人员 拥有丰富的经验 但今天他给一条长约三米的黑曼巴取毒石 不慎被一侧毒牙给咬到了 小帅知道黑曼巴的危险性 立即寻求同事帮助 但他很快出现过敏性休克 尽管同事做出了努力 小帅还是迅速没了 连医院都来不及去 我去被三米黑曼巴咬伤 而且还是过敏体质 要知道黑曼巴本身就是以毒液发作快速而著称的 再加上严重过敏 小帅真的是神仙难救 那么问题来了 小帅为什么会过敏呢 其实过敏的人 他们大多都曾经被毒蛇咬过 当再次接触蛇毒石 就可能会引起过敏反应 小帅这种就是一型超敏反应导致的过敏性休克 所以蛇毒过敏的高发人群 往往是经常与毒蛇接触的研究人员 饲养员捕蛇人 而网上经常流行这样一种说法 但凡有人被那种致死率低的毒蛇咬死了 就立马有董哥跳出来说是过敏死的 比如日本的虎班警察蛇致死案例 那么问题来了 你连他症状都不知道 怎么就断定是过敏呢 他过敏体现在哪里呢 不是很懂董哥们的思路 一眼见定过敏